車輛 但我的一個 好奇的點啊 就是我們這個藝術跟商業 這兩者是可以兼具的嗎 因為大家很多導演說啊 或者是車輛說 我有這個藝術的理念 那另外的有的东西就说 你要让观众要卖座 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要商业化一点 那有的像我以电影来做举例的 很多的导演就说 这个抵死不从 这个是违反我的这样子的 一个艺术的原则 就是您这个其实它策展 您是强调换位思考 就是marketing 那我们刚才也讲 为什么寒流能 为什么台湾不能 就台湾的好像在这个marketing的上面 就是不会那么讲故事了 就是不会那么能够让外国人了解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艺术与商业 如何平衡这件事情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有人来问我同样问题 艺术跟商业可以并行吗 然后就我在欧洲六年 在德国那么严谨的学术的环境 一直到进到外商公司 送你别人去工作 我自己个人的 我的价值观是 商业就是艺术的翅膀 而且也只有 商业是艺术的翅膀 对它这个翅膀能够让艺术的美好 跟它的梦想 跟它想传达的 Evercy能够飞得更高更远 我觉得它就是一起在一起的 那我没有很能理解 我们是什么样的教育的一个环节 硬要把艺术商业要分那么开 就是文化人跟金融人 本来就是好朋友 总裁您 我们举一个当时意大利 梅迪西家族好了 那是一个 梅迪西家族 对 它是一个完全 它就像这个孟长军一样 他找了很多的不同不业 不同不同各种行业的人 这样很多元的人 这个家族用金融火 医药 然后医学火 药这些东西 致富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家族 就没有文艺复兴的三大 解出的一些艺术大师们了 那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我们常常讲文艺复兴 我们都觉得文艺复兴 是人类很美好的一种象征 什么都很棒的状态 那我们一直说要用文艺复兴的精神 那就是艺术跟商业并行的精神